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最喜爱人物评选竟出现黑马,直接反超杨子和邓魏,肖战会被超过吗? 前不久,微博之夜投票话题登上热搜,借着话题的热度,官方开始进行预热,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,最喜爱人物榜单竞争比较激烈,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,榜单中竟出现黑马,直接反超杨子和邓魏,看到这样的情况后,网友们忍不住问,肖战会被反超吗? 微博之夜可以算是那于近几年汇聚当下最红艺人的时尚盛典之一,在微博之夜的红毯上, 我们可以看到半个娱乐圈的明星,就算是常年拍戏,很少参加综艺的人,也会来参加微博之夜, 每当微博之夜即将开始的时候,官方都会发出投票消息,粉丝们会努力地为自家明星打头。 网友最喜爱人物榜单刚更细,网友们发现排在前三的是肖战,杨子,邓魏,看到这样的结果,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, 但众所众之,榜单投票渠道刚打开,最终的结果会怎样,我们还要拭目以待, 可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,这份榜单中竟出现一位黑马明星,这位明星就是陆卓。 提到陆卓后,相信大部分网友还是陌生的,因为娱乐圈似乎没有这号人, 他也没有电视作品,也没有影视作品,甚至没有舞台,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, 因为陆卓是《众地霸》的常驻嘉宾。《众地霸》是一档黑马综艺, 在众人都不看好这类题材综艺的时候,这档综艺节目却成功出圈, 并且获得多个综艺奖项,而参与录制的一十位少年凭借节目都获得一定的关注度。 《众地霸》能获得较高的关注度,与这档节目的真实密不可分, 他们对彼此的情感都是真实的,与长期参与录制综艺的明星完全不同, 因为他们还不懂什么是逢场作戏,观众们正是被他们的真实所吸引。 最初,网友们发现陆卓进入榜单后,只是比较惊讶,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,进入榜单的大部分明星都是自带热度和关注度的, 而陆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,可是随着投票的热度不断上升, 网友们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太对劲,因为陆卓的票数快速上升, 特别是他将自己的头像换成与其他成员的合照后。 看到这样的情况,很多网友都表示,陆卓既是陆卓, 也是十个擒天,而他的票数之所以能快速上升, 完全是因为他及其十家粉丝的力量。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,陆卓的票数已经超过杨子和邓卫, 他的票数是69万5842, 排在第一的肖战是156万9417, 虽然他们两个的票数相差873,575, 但很多网友却认为如果投票的热度继续上升, 越来越多的陆人加入投票后,陆卓的票数会上涨得更快, 要知道投票还没有结束前,一切都是为之的。 在之前的互动中, 肖战因为在剧组拍戏所以并没有参加, 所以他也没有获得任何奖项, 但从微博之夜举办的时间上看, 他真的有可能会参与微博之夜, 毕竟要为新剧做宣传, 从网传的消息上看, 肖战即将进组拍摄藏海传, 所以肖战的粉丝努力地打投, 也是非常正常的。 陆卓能进入最喜爱人物榜, 但让很多观众感到意外, 看到他排到第二名, 网友们认为这件事情并不简单, 各位读者, 你们认为陆卓会逆袭超过肖战吗? 杨子越来越美越来越有范了。 娱乐圈的明星们, 好似璀璨的星辰, 其中杨子正如一颗渐入佳境的明星。 近年来, 他的事业蒸蒸日上, 不仅在演技上收获赞誉, 同时外在的美丽和大明星的氛围也让他越来越有范。 跟随杨子一起感受他娱乐星图的独特魅力。 事业高峰, 杨子的光芒不容忽视。 杨子的事业高峰期如日中天,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。 无论是在电视剧还是电影领域, 他都展现了出色的演技, 成为备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。 每一次出现在大家视线中, 他都散发着一种自信而灿烂的光芒。 粉丝互动, 天生大明星的氛围。 随着事业的攀升, 杨子与粉丝的互动也愈发让人感受到天生大明星的氛围。 每一次的打招呼都充满亲和力, 他用真挚的微笑和赤诚的言语拉近了与粉丝之间的距离。 这种大明星的氛围, 让人不禁为他的成就和人气而欣喜。 美丽与大明星感的完美结合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 杨子的美貌逐渐绽放, 越发吸引眼球。 他的五官精致, 眼神明亮, 散发着自信和独特的气质。 无论是红毯还是日常生活中, 他总是展现着与众不同的大明星风采。 这种美丽与大明星感的完美结合, 让他成为娱乐圈的一颗璀璨明珠。 有范的形象, 成熟而亮眼。 近期, 杨子的穿搭风格也备受瞩目。 他的着装越来越有范, 从清新甜美到成熟优雅, 展现了多面的个人魅力。 在时尚圈的塑造下, 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, 更是一个散发着自信, 优雅和独立气质的女性。 杨子正如他的名字一样, 如灿石一般璀璨夺目。 他的事业高峰期和美丽形象, 无不让人为之侧目, 成为娱乐圈的一颗独特之星。 越来越美, 越来越有范, 杨子的娱乐之路充满着无限可能。 在这个大明星的光环下, 他是否还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, 我们拭目以待。 你觉得杨子越来越美, 越来越有范吗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,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充满活力。